大約在30幾年前 舊錦靈氣從歐美國家傳入台灣 它是一種徒手能量療法 創始人是日本靈氣大師舊錦旺南 他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1922年3月上旬 舊錦旺南在京都的安瑪山 進行了21天的斷食修行 這種不吃不餓的修行 很類似耶穌基督在曠野苦修 舊錦旺南抱著不開悟 決不離開安瑪山的決心 賭上了自己的性命 我們一般人如果不吃不餓21天 很可能真的會餓死 不過舊錦旺南可不是一般人 他在這次斷食前 他在寺院進行三年的靜坐特訓 舊錦旺南在安瑪山 擺了21顆石頭在眼前 每過一天便丟掉一顆石頭 經過幾天的時間 他體內靈氣與安瑪山的宇宙靈氣 開始出現了共振 這種靈氣的共鳴 一天比一天明顯 就在最後一天的深夜 當舊錦旺南丟棄第21顆石頭時 強烈的宇宙靈氣從天而降 從舊錦旺南的頭頂 貫穿了全身 他失去知覺 昏死了過去 醒來之後 舊錦旺南發現 體內靈氣已經與宇宙靈氣融合為一 類似天然合一的體物 經過安瑪山的神秘體驗 舊錦旺南開始向外傳授舊錦旺南氣 以上是舊錦旺南氣的故事行銷 真正將舊錦旺南氣傳播到歐美國家的關鍵人物 其實是美國人 高田廣美 他在29歲時丈夫離世 獨自撫養兩個女兒 據說他家境不好 還患有哮喘 茫長言而膽結識 為了治病 他於1936年返回日本 在東京向林中次郎學習 舊錦旺南氣療法 他自稱在1940年成為靈氣大師 開始在美國夏威夷傳授舊錦旺靈氣 目前歐美國家的靈氣傳承 最早是源自高田廣美 高田廣美的個人爭議很多 他是日裔美國人 1900年9月24日出生於夏威夷 目前歐美國家的靈氣療法 已如同大聖佛教 演化出許多不同的流派 幾乎包山又包海 傳授高田廣美 舊錦旺靈氣的林中次郎 這位神秘的靈氣大師 到底是誰呢? 根據高田廣美的描述 林中次郎是舊錦旺南的直傳弟子 曾經獲得舊錦旺靈氣的正傳 其實林中次郎只是一名日本海軍的預備役軍衣 在東京開了一間小診所 他用靈氣自然療法 治好了高田廣美的慢性病 林中次郎於1940年5月11日 在日本熱海自殺 死時年僅59歲 當1980年代 就緊離去從美國傳回日本 日本人也感到很訝異 美國人竟然有這種好東西 日本自從二戰被美國徹底打破後 就變得非常重陽媚外 老認為美國流行的東西就是好東西 有心人士看到舊錦旺靈氣的商機 重新把它引進日本 經過商業包裝而宣傳操作 日本不僅復興了舊錦旺靈氣 還搞出許多新名堂 根據考證 舊錦旺南在1922年開創舊錦旺靈氣 1926年3月9日過世 其間只有短短的四年 而且舊錦旺南是死於重風 年僅61歲 在整個大正年間 舊錦旺南其實是夢夢無聞 他的靈氣大師名號 是1980年代重新樹立的 日本真正的靈氣傳承 並不是歐美人士吹捧的舊錦旺靈氣 而是更早以前的靈素 日本自從明知為新 解除了閉關鎖國政策 開始大量引進歐美的新思想和新知識 這其中 來自歐美的催眠素和通靈素 在日本引起巨大的轟動 尤其是催眠素和通靈素的公開表演 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的追捧 當時的催眠師和通靈師 就如同1980年代 中國大陸的氣功大師 到處表演不可思議的特異功能 日本經歷這場文化衝擊 結合了三幅修宴道以及傳統民間信仰 在明治末年誕生了靈素 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靈素團體 太靈道以及創始人田中守平的靈子素 田中守平是日本大政年間的風雨人物 真正的神人等級靈素家 掌握了靈素的超能力 她是在1905年初獨自在慧納山休息 經歷了90天的斷食 因而領悟出太靈道 獲得了靈子治療能力 記住,田中守平是斷食90天喔 遠遠超越舊井望南的21天 田中守平出山後 預言日本將在日俄戰爭 贏得日本海戰 以及地劫不知馬之合約 田中守平在1910年 撰寫《太平道真典》 隔年移居東京 設立東京陵理學會 開始向世人介紹她的太靈道 靈子素 她還度過靈子療法幫人治病 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非常類似摩尼教的摩尼教主 摩尼也是開悟後 到處行神機幫人治病 田中守平強調 太靈道不是宗教 其中只超越宗教、科學、哲學和道德 她的目的是研究宇宙真相 了解生命的真理 田中守平企圖結合 東西班的靈學理論和靈修方法 建立全人類的精神文明 當時的太靈道 不只研究西洋透明術、催眠術 還進行斷食、靜坐、氣功、印度瑜伽等 開發超能力的修行 雖然內容非常多元 但是 靈子素的核心技術只有一個 就是強調 入力丹田的呼吸法 這個呼吸法 就像建築工地的打地樁 不斷把氣 要收到下丹田 目的是喚醒我們每個人的本靈 入力丹田 練到一定程度 就會出現本靈的自發動功 田中守平稱之為 靈子顯動術 至於靈子顯動術 則是透過靈子板 訓練雙手的發氣而運氣 練成靈子顯動術 就會出現超能力 可幫人治病 隔空遺物等 田中守平在1912年冬季 還曾經前往中國、朝鮮、蒙古等地 傳播他的太靈道 他同時還進行靈子素的教學和治療活動 大約在1911至1929年間 靈子素在整個東亞 引起巨大的晃動 刮起一股靈羞旋風 據說全盛時期 有三萬人成為靈術家 只可惜 田中守平似乎發光過度 導致身體健康嚴重受損 他在1929年12月14日 年僅46歲就一年早逝 太靈道而靈子素 也在他死後 迅速衰退而消失 這點兒摩尼教也非常相似 奇妙的是 田中守平和舊井望南 都是日本其父縣人 兩人都經歷斷死而成為靈氣大師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我是久勞工 我們下次見 拜拜